为什么你开车就会推头呢 了解一下 这个虚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车辆走的一个既定的路线 走到这儿之后就顺利出弯了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开成什么样呢 走到这儿这儿这儿 然后呢 它就按照这个方向走了 虽然打了方向 但是它已经救不回来了 这个就叫做推头 是因为你在加速的过程当中 加速过多 它的重心就到了后轮 你的前轮就因为牵引力不足 而推出去了 这个时候啊 新手会怎么做 他们可能会打方向 而且把方向打得更多 就会适得其反 推头推得更狠 甚至是撞到护栏上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握紧方向盘 抬起油门 千万不要身踩刹车 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车身给拽回来 为的是恢复它前轮的牵引力 但是老司机和老牌的车手会怎么做呢 他会首先降一个挡 一脚地板油 通过车的马力给它带出去 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 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 像推头这种情况呢 多出现于四驱车 还有前驱车 但并不代表后驱车不会出现 下一期啊 咱直接开着自己的国产车领克 去赛道带你们体验一把